我们看到了就是说去年呢 就是说是这个有47万人啊 就是这个比前前一年度高了15万人 意思就是大家都在海外去工作 去哪里最多 哇去美国 美国有5万人 东南亚3.1万人 日韩1.7万人 中国大陆只有1.4万人 这这是unbelieve 我都不知道那么多人去美国干什么 你是去卖这个泡沫红茶还是什么 这个就是七万美国 因为台积电不会需要5万个人 那么就是 那你看到这个去年付海外公司啊 这个就是说是这个 这个这个增加了这个15点 这个这个 虽然是增加了15.4万人啊 但是在20108年啊 就是这个2019年的时候 曾经有73万的台湾人在海外工作 所以现在这个到海外工作的还不是最高 最高的啊 不过大家陆陆续续 随着台湾走出去啊 会越来越多的人 因为疫情的时候大家都回到台湾来嘛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台湾的人到海外去工作 特别是美国工作的趋势 不过我特别关切的是这个 东南亚 东南亚这个人数将来可能会 你看刚刚超过这个日韩 那东南亚的话有3.1万人 日本韩国的是1.7万人 中国大陆 现在没有什么人要去 那这个趋势是很值得 大家注意的 那台湾是人才短缺 这也是长期我们要注意的地方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